在Koma的影片裡出現了大概一百三十次的咖啡杯女孩說過 有任何地方就有Drama,Drama的地方就有Koma的腳步是Koma 幾天前呢我在Reddit上看到了一個很奇葩的故事 是真的很奇葩 事情呢是這樣的 在Steam上有著這樣一款從2007年開始發售 就經久不衰的射擊類遊戲 《井 Fortress 2 絕地要塞2》 我自己是沒有玩過啦 這種遊戲對我來說 Too Straight 這款遊戲雖然不像英雄聯盟、絕地求生那樣有著全球性的知名度 但依舊以他難以上手的操作難度 在全球範圍內牢牢吸引著一批死忠粉 而在這個遊戲裡呢 有著一個名叫Sketrak的傳奇玩家 他對遊戲裡面的職業、火焰冰的操作和理解 只能用出神入化來形容 甚至有不少人認為Sketrak是《Teen Fortress 2》這款遊戲的操作天花板 而他以自己的網民創立的YouTube頻道更是無數的新手玩家的入坑教程 雖然至今他的頻道也只有不到10萬粉絲 但無論是在英文還是中文玩家的圈子裡 Sketrak都有著不小的知名度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遊戲領域的操作大神 卻從2015年開始 在Twitch的直播以及YouTube的影片裡 時不時的提起他自己最近生病了 觀眾一開始都以為只是什麼不太嚴重的小病 所以也沒有太當回事 直到2015年的11月 Sketrak發布了一支讓無數粉絲心碎的影片 在影片裡他和自己的觀眾說他被診斷出了一種無知之症 然而他並沒有說具體是得了什麼病 只是說醫生跟他講 再過一年他的身體就會惡化到只能靠機器為神 幾天後他又發布了一支影片 《Closure》和觀眾道別 他說剩下的日子他不會再更新這個頻道 並正式和觀眾道別 這支影片發布後 這個Team Fortress 2社區都沉浸在一股悲傷的氛圍當中 Reddit上YouTube的評論區 無數的粉絲都表達了他們對於Sketrak的懷念和不捨 還有許多的粉絲製作了紀念Sketrak的影片 許多玩家還花了數百美元 將自己遊戲裡面的角色換成Sketrak常用的裝扮 加上在同一年 另一位在遊戲裡也是相當知名的主播 Kitty0706 因為癌症離世 所以大多數人也並沒有對Sketrak的告別起疑 甚至連請Fortress 2的遊戲官方 都為了紀念Sketrak這個傳奇玩家 推出了一款名為Sketrak的遺願的遊戲道具 雖然大多數人都很不捨 但依舊有人對Sketrak的聲明表達了懷疑 這是有玩家發現事情發生了幾週後 這支名為Closure的影片 被設置為了私人模式不再公開 還有玩家發現許多Sketrak遊戲背包裡面的道具 被轉移到了另一個用戶名為Will的帳號 這個帳號不僅是相當的活躍 裡面的很多遊戲角色的名字 還很有Sketrak的命名風格 根據Sketrak的粉絲說 這個Will是Sketrak的親兄弟 所以很多人就很不介 如果你的兄弟姐妹得了不治之症 你怎麼還會有心情天天玩遊戲 而且還從你兄弟的帳號裡面 轉移各種遊戲道具 It's kind of weird 於是呢就開始有留言說 Sketrak其實並沒有離世 但這個說法始終被大多數玩家當成了謠言 因為Sketrak的YouTube頻道自此之後 就再也沒有更新過了 然而 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在2019年的2月3號 一個Tim Fortress 2的玩家在Ready上發帖說 他的一個朋友在遊戲裡面 抱著向傳奇致敬的心態 向Sketrak的帳號發去了好友申請 沒想到得到了Sketrak的回覆 Sketrak給他發來的 是一張被加密過的 詭異的GIF動圖 圖片裡呢 是一隻帶著香蕉皮的青蛙 加上一些詭異的文字 這個帶著香蕉皮的青蛙 是Sketrak的Steam帳號的頭像 於是有其他的Ready網友 也向Sketrak的帳號發去了好友申請 發現也收到了一樣的GIF動圖 網友們將這張圖片解密之後 發現了一串URL 點進去後這居然是一個Sketrak的YouTube頻道 在2015年9月13號製作的名為TXT的影片 影片的說明欄裡還有一個標籤 標籤裡也是一串URL 當點開這個URL紅是另外一支影片 影片裡面的日文翻譯過來是青蛙先生只知道青蛙的語言 然後Sketrak又給添加了他好友的網友們 發來了另一張照片 是一個正在解凍的西瓜 當你把這張照片用URL打開的話 你會得到一串二鏡之代碼 解碼之後呢 又會來到另一支名為復活的YouTube影片 影片裡面用英文寫到Sketrak並沒有離世 他將會回歸 Jesus 戲真的好多啊這個人 兩天後的2月5號Sketrak在他的YouTube頻道上發布了一支影片 謝罪 在這支影片裡呢 他先是和觀眾們道歉 然後解釋了故事的來龍去脈 原來這一切都只是個惡作劇 呀惡作劇 他說自己其實自始至終都沒有生病 只是在2015年的時候 他開始覺得自己過於沉迷遊戲 甚至認為遊戲毀掉了自己的人生 於是呢他決定停止經營YouTube頻道 並且戒掉網易 但是他還是想要在離開之前呢搞點大事情 於是他就想到一個很睿智的點子 他要偽造自己的離世 沒想到大眾真的就這樣被他互弄了過去 然而最近他卻開始犯悔了 於是便選擇以解謎遊戲的方式來宣告自己的回歸 影片發布後大多數人雖然覺得這樣的玩笑 非常的不合適 但還是蠻歡迎他的回歸 他頻道的訂閱人數 在這之後呢也是日漸增長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個人的看法蠻複雜的 首先這種玩笑這種惡作劇無疑是非常非常不合適的 但同時我好像又有點能夠理解他當時那種 深陷在遊戲裡面不能夠自拔的心態 長時間的與世隔絕 思想肯定會有點走偏 這件事情雖然不合適 但是說到底並沒有給其他人造成什麼傷害 所以我對Sketrak其實並沒有什麼太負面的看法 當然用這種很無聊的謊言去欺騙大眾 肯定是很不對的 但我感覺他就是一個情傷為靈的宅男 whatever 還是希望他能夠好好經營自己的人生 不要再開這種無聊透頂的玩笑了 不過蠻有趣的是 現在只要Sketrak一段更 他的觀眾都會打去說 啊Sketrak又離世了 這件事情已經徹底變成了 Teen Fortress 2玩家圈的一個梗了 而且官方呢也在Sketrak的回歸影片發布之後 把紀念Sketrak的那個道具給刪掉了 哼 我不知道那個是不是付費道具 官方應該會給補償吧 I don't know 今天的影片好像有一點短 那我們再來講一講Ace Family的近況吧 呀 COLMA最討厭的Austin McBroom又回來了 這對夫妻是真的能搞事 我們上次說Austin McBroom準備舉辦第二場拳擊賽 要知道他們在去年舉辦的第一場拳擊賽 差點把他們一家子搞破產耶 結果這個男人依舊不死心 不過他們在舉辦前幾賽前 先是舉辦了一個熱身活動 AceFest 並且宣傳說 如果你想要同時感受迪士尼樂園和Coachella音樂節 那麼就來AceFest玩吧 結果 先是被網友們發現 AceFest的宣傳片 是盜用了一個名叫J&Mac Films的頻道 給San Diego Fair製作的宣傳片 然後門票呢 也是沿襲Austin的老傳統 賣的超級貴 而且他不是一張一張的賣的喔 你只能買三張或者五張的家庭套餐 三張的賣299美元 五張的499 欸 迪士尼的門票都不到100美元耶 Austin 而且這個AceFest的舉辦地點 是在加州Lancaster的郊區的一個遊樂場 要知道四周都是一望無盈的荒漠 而且舉辦的日期是在7月9號 那一天的地表溫度接近40度 根據去了AceFest的幾個歐美Drama頻道主的報導 當天去這個活動的人 可能比去Morgan McMichaels的粉絲見面會的人還要少 大部分觀眾是不是不知道Morgan McMichaels是誰 Exactly 不過必須得說那些Drama頻道拍攝的時間 基本上都是在室外溫度最高的中午和下午 遊樂場裡面確實看不到幾個人 但是根據AceFamily他們自己發布的紀錄片 當天的晚間還是能夠看到一些人的 但你說這個活動值不值一人一百美元的票價 呃...那我就只能說見仁見智了 而且Austin McBroom宣傳的時候還承諾 招了錢之後會場的一切都是免費的 停車費啊食物啊飲料都不收錢 欸結果當然還是要割一波粉絲韭菜的 你也知道這家人有多攤財 再說回Austin的拳擊賽 是的又出腰兒子了 這場原本預定在7月30號舉辦的拳擊賽 要延期了 在7月20號Austin McBroom在IG上發布了一條動態 他說現在自己的心經很複雜 傷心郁悶憤怒 因為他的YouTuber Anesson Gibb的拳擊賽要延期了 Austin說這不是他的問題 也不是合作公司Social Gloves的問題 而是他的對手Anesson的身體問題 Austin說出於對Anesson的尊重 他決定讓Anesson自己來解釋發生了什麼 欸他的話就好像Anesson被診斷出了什麼很嚴重的疾病一樣 結果Anesson在之後的IG動態裡面說 他的身體並沒有什麼健康問題 只是沒有做賽前體檢 因為沒有任何人告訴他要做體檢 所以他才忘記了 欸過了一年還是這麼的不專業 但是網友們和歐美的Drama頻道 卻對於這件事情有著不同的猜測 首先是20號到30號之間 還是有蠻多天的不是嗎 一個體檢不可能要花那麼久吧 所以很多人猜測Austin McBroom 之所以要推遲拳擊賽 是因為票沒有賣出去 畢竟價格最低的門票都要100多美元 像哪裡去找那麼多的冤大頭 所以他們可能是想要通過延期賽事 搞一些Drama 然後蹭一波熱度 或許能夠讓門票多買一點 Well good luck Austin 大家覺得拳擊賽延期到底是因為什麼呢 是真的像Anesson說的那樣忘了做體檢 還是Austin想要藉著Drama來掌一波熱度賣門票呢 OK這就是今天的故事 Bye